就在过去的这个周五,蚂蚁集团迎来了自被要求停止上市之后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 蚂蚁集团12月18号称,根据近期监管部门对于互联网存款行业的最新规范要求 蚂蚁已经主动下架平台上的互联网存款产品,只对已购买产品的用户可见 持有产品的用户不受任何影响 此前,中国央行官员称互联网平台存款业务属于无照价时的非法金融活动,应纳入监管范围 从蚂蚁集团的声明来看,似乎这条规定一刀切式地砍掉所有互联网金融产品 但实际上,据财新网不完全统计 京东金融APP上的银行存款栏目有一连银行、蓝海银行等14家民营、村镇等中小银行 杜小满金融APP上的银行存款栏目有振兴银行、新安银行等 美团金融有一连银行、滴滴出行金融服务板块有重邦银行、工商银行等这些产品依旧在售 由此可见,蚂蚁集团的这种行为只能有两种解释 一是自上市风波后被政府特殊关照 二是现如今的蚂蚁集团犹如惊弓之鸟彻底失去了与政府抗衡、涡旋的能力 蚂蚁集团方面表示,会认真落实监管相关规范和要求 用科技手段更好的支持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 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在12月15号 中国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琪再次谈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问题后 首个下架存款产品的互联网平台 孙天琪当时在演讲中提出 加总目前11家头部平台上展示的银行 涉及存款在售的银行50多家 绝大部分为中小银行 单户存款金额大都在50万元以下 且部分银行依靠互联网平台稀储 存款结构大扁 孙天琪指出 还有部分高风险机构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 有的占存款的比例已达70% 这些高风险机构自身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互联网平台存款占比过高 进一步增加了其负债资金的不稳定性 孙天琪谈到 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模式 突破了地方法人银行经营的地域限制 部分地方银行通过互联网金融平台 得以从全国吸收存款 从负债业务看已成为全国性银行 他称 此类存款的流动性特点也有别于传统储蓄存款 给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带来新课题 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 属无照价时的非法金融活动 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除了孙天琪在演讲中 给互联网平台存款定性为非法之外 12月14号 中国国有工商银行等六大行 其发公告称 自2021年1月1号起 提前支取靠党寄息的个人大额存单 定期存款产品 提前支取寄息方式 由靠党寄息调整为按照支取日活期存款挂牌利率寄息 即民众提前取款的利息减少了 对此 国际金融报引述业内人士的评论表示 无论是整改互联网存款 还是叫停靠党寄息存款 都是为了能够下调银行负债端的压力 但此举也对本就蓝储艰难的中小银行 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 一位中小银行人士表示 这对民营银行的蓝储业务可能是一个打击 民营银行物理网点少 品牌薄弱 难以从传统渠道获得存款 开发的智能存款这一互联网产品 是个有效的拦储途径 而当下 靠党继续政策约束 不少银行为合规经营 已经下架了智能存款产品 民营银行资金渠道变少 蚂蚁集团的上市风波 似乎触动了中国政府的某根神经 近期 针对网络金融的整顿动作不断 比如 前段颁布的 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征求意见稿 而这次蚂蚁集团下架 所有互联网存款产品之后 未来将何去何从 我们无法得知 但是 就目前中国对互联网金融的管控 与政策来看 蚂蚁大厦想要再次触顶 似乎已然没有任何机会 至于其他竞争对手 还能在金融舞台上支持多久 也是一个未知数 目前能看到的是 中国未来对于互联网金融的管控 将会变得非常严格 甚至是严苛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析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